今天我们说的是锦衣之下续集第55集 对敌之策 次日一早 营帐里已经站满了人 几个人还是围绕昨天的话题对敌方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一张较大的地图占据了整张桌子 他们也时不时的在地图上比划着什么 似乎多看两眼就能看出新东西似的 余大人 若是按照上次的方法 再用火药去炸他们的船只 恐怕敌人也会有所提防 谢霄说 谢家军言之有理 昨日之时未必不为后日之德 敌人应该会有所防满 陆毅说 谢霄这个看法倒是郑重陆毅所顾虑的 连他都知道吃一欠是长一智 经过上次的教训 毛海峰估计也会吸取经验 想必一定会对他们的船只加以牢固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筹码 余大勇这句话吸引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他们也很想知道这最后的一个筹码到底是什么 看着他们疑惑的目光 余大勇又接着说 不久前我曾派了一些人一装打扮潜入敌人内部 得知你们要来我便没有轻易动 也许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 余小军 马上跟他们联系 尽量让他们找到敌军战船最薄弱的地方 陆毅说着 脸上也比刚才多了几分轻松 现如今他们只需要找出对方最弱的地方 再给予其最致命的一击 驻船若是败下来 相信其他战船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现在他们首要确认的 是敌人弱点的所在之处 余大勇按照陆毅的意思 立刻出去想办法联系他派去的那些人 而谢霄 陆毅还有齐将军 也共同去商议接下来的事情 毛海峰的战船在岛对面 排列的井井有序 密不透风 似乎也在向他们示威 可更多的是在向陆毅进行挑衅 一两日的时间 他们也获得了来自潜入敌人内部细作的消息 等待的同时 他们也不忘养精蓄锐 招兵买马 让这里的士兵鼓足勇气 得到消息的定余时间 于大勇也急一刻 将他们所有人叫来了营帐内 陆毅进来的同时 也问出了这个问题 这让一旁想问 却又没有来得及问的邂逅 又摆出了一副鄙视他的样子 是 他们说敌人的战船虽然表面看上去肩不可摧 船的支撑点却很容易攻破 大概是靠近船底的位置 于大勇说 船底 那 这次让我们怎么炸 我要如果挂在船底 还没等他爆炸就已经湿透了 谢笑儿在一边吐槽着 他说着又看向陆毅 想听听他有什么好办法 只见陆毅此时的神态有些虚无缥缈 应该也在想着应对之策 果然不出他所料 经过上次的失败 他们也已经吸取了教训 不仅加强了放哨的人手 还将船的弱点建在水底 这样一来 他们还需要细细考虑 如何才能将水雷靠近他们 用腊油 路易这话一说出 谢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当年他和沙修竹一起截取生成钢时 就是将腊油封在箱子上 这才使那生成钢没有进水 也没有受潮 那现在也可以将水雷装进箱子 用腊油密封再从水底悄无声息地运到敌船 陆毅说道 目前的情况也是非他不可 去和不去两个选择 在他的心里纠结很久 也只有他知道如果去了就不会再有机会回来 也不会有机会再见他 可最终他还是选择去了 在场人听路易这样一说 心里对他的敬佩之心也油软而生 他这是打算独自去见毛海峰吗 如果不成功 他会被毛海峰抓获 如果成功了 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逃离 因为整只船上早已布满了水雷 爆炸后的威力也可以想象到 如果他出事 那原惊吓呢 喜笑一直死死地盯着他 他不知道路易有没有想到过这些 也许他已经想到了 也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又或者他没想到 只是成一世英雄罢了 正当他想要问他时 路易却又说道 路易说 谢霄欲言又止 他也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 原来他早就想好了 既然是他自己的决定 那为了大明 他谢霄尊重他 他打算出发 路易又停了停 他还有事情没有交代完成 来之前 他曾信誓旦旦地答应他会平安回去 可真的决定要为国牺牲时 他竟会如此左右他的思绪 他路易从不曾欠任何人 唯独他 他欠他的 也早已还不清了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准备好要用的东西 水雷也已经用辣油装进了箱子 在路易出发的同时 他们也已经和派去的细作 内外夹工 将装有水雷的箱子 从水底运上了敌船 报 大堂家 对面有一个自称路易的人 说要与您谈办 路易 叫了这么久 终于来了 把人给我带来 毛海峰听手下说路易来了 这精神头也立马提了起来 有他在的部队 那才叫打仗 他们攻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等路易 他毛海峰也一定要亲眼 看着他们中原是怎样灭亡的 路易被一个东营人 带到了毛海峰的主室 来的过程中 他也在不断观察着周围的构造 东营这边的人手也已经所剩无几 却还要成表面上的英雄 恐怕为的就是让他们认为 东营人兵强马壮吧 路易先来拍一番马屁 有时候炎金下的招 也并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至少还能让敌人自然实现的放松警惕 王海峰对路易的话再三考虑着 就凭他们现在的部队 硬拼顶多打个平手 如果不是借助路易上次写出那一半的手冲结构图 他们自己又加以研制 恐怕也就不能挣扎这么长时间了 好啊 只有你们能打败我手下这些人 我倒可以考虑考虑接受你们的求和 花音落下 随之而来的还有几个强壮的汉子 路易很快被他们包围起来 求和是假 炸船才是真 路易毫无费力的就解决了这几个壮汉 而这一切随着路易的胜利 毛海峰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路易也没有想到 打完一波又来一波 这哪里是想要求和 毛海峰只不过是接着求和的幌子 来整他罢了 不过这反倒让他有了为谢霄 他们争取时间的机会 打动的过程中 路易的脑海里也不断重复着 于大勇对他说的一句话 路大人 您只要尽力为我们争取半个时辰面 半个时辰后请务必想办法多深 索利无论如何 他都要在这里打一个时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路易的体力也因为时间的流逝 变得疲惫不堪 他们锦衣卫出了冷血 最擅长的也就是死拼 路易当初进锦衣卫的时候 也是拼死一搏 哪怕他现在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手中的剑也绝对不能放下 剑在人在 剑王人亡 这就是他进锦衣卫以来 一直被灌输的执念 王海峰看着路易的体力 一点一点的下降 心里的畅快 也让他变得自负起来 更加没有注意到 路易虚弱的背后 还有另一个计划 路易估算着市区的时间 既然已经还爬好了 水雷的藏坊地点 那他们应该也撤离的差不多了 怎么 路大人 这就打不动了 还以为你们锦衣卫有多厉害 路易任凭他继续讽刺着 嘴角处又是一抹邪笑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不管他再怎么猖狂 到头来也是他们东赢大白一场 船上的一声爆炸 让毛海峰顿时惊慌失措 突然一个小兵跑过来向他通报 这话说完 还没等毛海峰大怒 这就船也一个接一个爆炸 他瞬间明白过来 他也早该想到 路易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可惜为十一万 他们的战船都紧挨着 爆炸声也在整个海面上掀起了一层层的波浪 船一船之间更是动荡不安 处处都是东营人的惨叫声 呼救声 船内也是人踩人的尸体四处踏过 路易趁此乱 借此机会偷袭毛海峰 拖着一副疲惫的身体 又迅速拿起一把剑 砍断了他的胳膊 他不会给他一丝逃跑的机会 就算是死 他路易也一定要亲眼看着他死 好了 这一集的续写故事就到这里 婚后生活千百种 而他们的婚后生活更是精彩万分 你对他们的婚后生活又有哪些想象呢 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讲